在诸多疾病中,除了那些直接影响身体的外在疾病,心理疾病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如今,随着心理健康话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人们对心理疾病的认识也逐渐增加。 然而,在前些年,心理疾病几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出现情绪异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容易将其忽视。 在心理疾病中,或许最令人感到无奈的是忧郁症。 忧郁症不仅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状态,还会影响其对生命的态度和看法。 大家是否还记得曾经的女演员于家慧呢? 当年43岁时,她因患忧郁症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一消息曾经轰动一时。 据媒体报道,在事件发生当天下午,于家慧与家人聚会,离开时还提到晚上有男性有人要找她喝酒,并交代,让她睡到自然醒。 当时并未引起家人的警觉。 然而到了晚上七点多,家人联系不上她,于是报警。 警察破码而入,发现她已经不再呼吸心跳。 在她的房间里,还留下了一张字条写着,人家叫我这么做,警方认定这是她所留下的。 在端午节前夕传出噩耗后,母亲,兄弟及阿姨目睹了这一场面。 无法自持,气不成声。 据知情人分析,于家慧在41岁时失去了父亲。 这使她悲痛欲绝,加重了她本就存在的抑郁症。 值得注意的是,在父亲即日即将来临之际。 43岁的她选择了在家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那天还是六一儿童节。 关于她患上忧郁症的原因,实际上与她早年的感情经历有关。 于家慧的感情历程十分坎坷,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 第一次婚姻,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大她十岁的导演张孝正。 谈及张孝正,可能名气没有陈凯歌,张艺某等大导演那么响亮。 但她指导过的影视剧,却被广大观众所熟知。 比如《飞龙在天》、《唐公燕》等,都是她的作品。 两人相识后,很快便展开了恋爱。 当时的生活十分甜蜜。 于家慧也很快被眼前这个年长十岁的男人所吸引。 在与张孝正恋爱了十年后,她步入了婚姻。 当时正值事业鼎盛的于家慧在嫁给张孝正后, 兴高采烈地表示,我不嫁豪门,我们家也不缺钱。 从小的心愿就是二十岁能结婚。 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小孩可能已经二十岁了, 但我也不会很老。 在婚后的几年里,她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凑成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尽管为了爱情放弃了事业, 但依然偶尔会客串出演一些角色。 然而,这段看似甜蜜的婚姻却充满了危机。 导演身边美女贫现,甚至不乏主动示好的人。 结婚一段时间后, 于家慧发现张孝正常常在外面拈花惹草。 1999年,张孝正指导白发魔女, 于家慧也在其中客串一角。 由于蒋秦秦是主演, 她经常和这对夫妇一起讨论剧本, 于是于家慧和蒋秦秦也成了闺蜜。 然而,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 这部剧尚未拍摄完成。 张孝正和蒋秦秦的绯闻便传出, 蒋秦秦另有一个异名叫, 水灵,据说是琼瑶给她取的。 寓意,轻柔似水,灵气逼人, 得知此事后,于家慧十分愤怒, 直接召开记者会。 大骂蒋秦秦是小三, 并爆料称, 在她和张孝正结婚的八年里, 她出轨了八次。 然而,张孝正和蒋秦秦都未对此承认。 张孝正表示, 她和水灵只是普通朋友, 而蒋秦秦则表示, 轻者自轻, 只要跟一个人走近一点, 就会有绯闻。 那跟女艺人走得近一点, 是不是会被传同信? 面对两人的否认, 于家慧不退缩, 称自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关系, 只是不愿让他们难堪, 一个是丈夫, 一个是好友, 再加上丈夫八年内出轨八次, 可想而知, 她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尽管如此, 她仍然不忍心让孩子受影响, 非常希望能挽回这段婚姻。 但张孝正确表示, 她是我的唯一, 但我仍然深爱水灵。 离婚后, 为了让两个孩子跟随自己, 于家慧放弃了索要赡养费, 成为单身母亲后, 当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时, 她已经成为江国斌的太太。 江国斌也是一名演员, 两人在2004年结为夫妻, 江国斌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两人可以说是同病相连, 为了追求于家慧, 江国斌尽心尽力, 甚至和她的女儿成为了好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 江国斌早在小时候就见过于家慧, 当时她的梦想就是长大后 能娶到如此美丽的女孩。 她没想到, 这个梦想最终实现了。 受过一次伤害后, 于家慧开始变得敏感多疑, 要求江国斌随时向她汇报行踪, 但她也甘愿没有私人空间, 有时担心接不到于家慧的电话, 在拍戏时甚至会把手机藏在袜子里。 此外, 江国斌是个很孝顺的人, 每月都会给父母计40万元, 用以养老。 然而, 于家慧的父亲因一场意外受重伤, 已经在床上躺了十几年, 更需要支付巨额医药费, 两人挣的钱也经常不够花, 因此慢慢就有了争吵。 2009年, 这段婚姻宣告结束, 但两人依然同居只不过不再是夫妻关系。 遗憾的是, 于家慧患上了抑郁症, 或许是两段失败婚姻的原因, 导致她的精神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再康熙来了, 终, 小S曾调侃她像, 鬼娃娃。 但没想到这番玩笑严重之时, 那段时间, 除了上综艺节目外, 她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医院陪伴父亲。 后来父亲离世, 她的情绪陷入了低谷, 与此同时, 她的哥哥也投资失败, 仿佛一切不幸都向她涌来, 抑郁症也更加严重。 2013年, 她最后一次上康熙来了, 气色好了不少, 小S又调侃她, 这次回到人间了。 然而直到2014年6月1日, 她与世界告别, 得知她自杀的消息后, 江国斌悲痛万分, 第一时间过来为她处理后事, 而在她去世12天后, 第一任丈夫张孝正 才带着女儿到灵堂吊宴, 江国斌后悔不已, 她的家中摆满了 于家慧喜欢的柏娃娃, 墙上也依然挂着两人的结婚照, 然而事已至此, 已经无法挽回, 回忆起自己的感情生活。 于家慧曾说, 结了两次婚, 又离了两次婚, 拥有三个小孩, 两只猫和一只狗, 这辈子也够了。 其实, 于家慧的童年生活很美好, 家世显赫, 祖母是左宗堂的孙女, 爷爷, 父亲都从政, 母亲与她也都是高材生, 从小, 她的生活水平远超同龄人, 最爱吃的是凉拌鲍鱼, 点心则是燕窝鱼翅, 她的衣橱里装满了名牌服装, 出门时背着各种名牌包包, 有一次她不小心弄断了包带, 便将其送给了他人, 除此之外, 她很小的时候, 就学会了每天早上用珍珠粉养颜, 可以想见, 那时她过着多么奢华的生活, 很多女明星都喜欢晒自己的钻戒, 但与她相比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她某一年过生日时, 奶奶刚开采出来的, 裸钻, 直接送给她当作生日礼物, 虽然说她娇生惯养, 但却没有什么大小姐脾气, 反而在母亲的教育下, 知书达理, 秀外汇中, 而这样优秀的她, 在学习上也是非常优异, 高中毕业后,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雄大学, 在进入大学后, 学习的专业是历史, 但她却对历史不感兴趣, 反而对艺术很向往, 所以在毕业后, 进入了演艺圈发展, 17岁出道的她, 据说次年就拥有了名车, 然而也是家人送的, 但这并不是说她当初不虎, 不像需要养家的梅艳芳, 吴奇隆等人, 从小锦衣玉时的她, 进入演艺圈完全是为了兴趣, 并与一位女孩组成了一个组合, 幽欢派对, 而有了组合的瑜伽会, 很快就在演艺圈里站稳了脚跟, 在组合成立的几年内, 她就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从而正式走红, 一出道就吸了无数粉丝, 还被少男粉丝们称为小公主, 风头正盛, 师弟小虎队除了在师姐, 幽欢派对的NV中出现外, 还跟着师姐一起出了张合集, 名叫新年快乐, 这张专辑别看名字毫无特色, 里面收录的歌曲质量都很高, 姜玉衡, 王杰等人都参与到了歌曲的制作中, 而且里面还有那首让小虎队大红大紫的歌曲, 《青苹果乐园》, 那时, 于家会才21岁, 后来小虎队知名度越来越高, 幽欢派对, 却因产生分歧而解散, 只因于家会想彻底往演艺圈转型, 不过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 其实他在演艺圈的第一年, 就出演了首部影视剧《京城四少》里面的柳芽, 在演艺圈重新开始的他, 之后也是拿到了不少的资源, 靠着手里的资源, 在演艺圈里彻底站稳了脚步, 之后又出演了多部影视剧, 其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角色, 就是在电视剧《怀孕公主》, 里面的成莹, 演技和容貌都上等的他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而在事业高光的时候, 他选择了回归家庭, 嫁人生子, 也正是这个选择, 才使得后半生的命运充满悲戚, 其实在两任丈夫之前, 于家会在十七岁时, 曾喜欢过十五岁的张克帆, 这份感情虽然青涩, 但最纯真, 当年张克帆的《初恋》等歌曲都是甜甜的味道, 但掩不住对于家会纯纯的爱恋, 不过这段感情并没能长久, 四年的感情最后成为路人, 不过两人并不后悔, 于家会这一生, 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从早些年的无忧无虑, 到后来的命途多船, 如此大的落差之下, 也可以理解他会患上忧郁症, 只是结局不免令人唏嘘, 如果不做出那个选择, 或许他依旧会拥有幸福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